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朝鲜19号同意在外国专家在场的情况下 永久性拆除主要导弹设施 并称如果美国采取对等行动 朝鲜愿意关闭领兵和设施 对此特朗普表示 需要进一步了解朝鲜的具体诉求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邀请了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到纽约会面 透露美方准备即时展开会谈 改善美朝关系 而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 朝韩峰会取得成果是非常好的消息 特朗普认为 在他就任总统之前 美朝之间几乎要开战 但现在双方的关系已取得很多进展 至少在他与金正恩的个人层面来说 关系是非常好的 总统特朗普近日来到北凯罗来纳州 视察飓风佛罗伦斯造成的灾情 桌掌库珀等官员在机场迎接 向特朗普简介最新的灾情和救援工作进展 特朗普之后来到当地一个救援中心 与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向驾车路过的民众派发食物 并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家园受风灾的损毁情况 特朗普当天也会到南凯罗来纳州视察 美国与加拿大19号就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再次展开高级别会谈 希望赶在美方设定的10月1号期限前 就框架协议达成一致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说 双方的中级别协商团队连夜工作到早上7点才结束会议 他将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展开持续整日的高级别会谈 由于美国将谈判期限设定在10月1号 因此双方力争达成初步的框架协议 不过美加之间仍存有不少分歧 主要表现在美国施压 要打入加拿大备受保护的乳制品市场 飓风佛罗伦斯早前吹起美国东海岸 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33人 而救援人员就起多名被困洪水的居民 在北凯罗兰奈州 海岸警卫队乘坐直升机继续搜寻被困者 并在开普菲尔河的洪水中 有救生兰救起被困在屋顶的一名男子和他的狗 而在布莱登县的凯利 野外救援队日前在水路搜索时 从丛林内救起一名男子 以及该男子背上了狗 随后又在附近救起该男子的亲戚 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两名年幼的子女 这些被困者等待救援长达四个小时 在他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终于及时得到了救援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星期三的上午 威斯康星州迈迪逊郊区的一家软件公司 突发枪击事件 目前已有四人受伤 枪手中枪伤势严重 米德尔顿市市长戴维斯表示 中枪的四人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暂不清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戴维斯还表示 目前局势已经稳定 警方已经解除了枪击现场封锁令 但目前关于枪案的具体细节还未公布 据该公司的一名员工表示 枪击发生在十点左右 当他听到巨大的枪响后 便逃出办公室躲在一辆汽车后 他还表示 有些同事被子弹擦伤 但伤势无恙 他认为公司的气氛良好 大家都是软件工程师 这样的枪击事件完全出乎意料 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所持美国国债规模连续两个月下跌 继6月减持44亿美元后 7月环比减少77亿美元 降至1.17万亿美元 为今年1月以来新低 不过仍然稳坐 美国第一债全国之位 此外报告还显示 日本持有美债规模自7月时降至1.03万亿美元 为2011年10月以来最低 但仍仅次于中国为美债第二大持有国 上述报告还显示 7月外国主要债券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环比增加了3399亿美元 过去12个月外国主要债券人增持了214亿美元 总统特朗普宣布扩大对华商品加征关税 但同时强调 同中国对话的大门仍然开放 不过美国企业界对于政府的升级行动 纷纷表达不满 认为行动对美国的经济没有好处 是变相惩罚美国消费者和制造业 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发表声明表示 当局无视消费者和企业所提出的 关于成本升高以及就业流失的警告 关税并不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他表示中美双方应该谈判 同时美国也应该继续和盟国一起 寻求替代解决方案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夏皮罗则警告 政府的新关税决定可能会违反美国法律 协会认为 美国国会并未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 无误发动贸易战 政府也并未给足够时间 充分审议公众提交的征税意见 对于征税清单 政府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理由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美国宴刑丹尼尔斯将于10月 出版新书完全披露 大爆特朗普与他的婚外情细节 他在书中自爆于2006年初 和当时仍未参选总统的特朗普 在他旗下的酒店发生婚外情 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那时 刚生下儿子八轮不久 当时特朗普还称 不会担心梅拉尼亚知道他们的婚外情 因为他们夫妇已经分房睡 丹尼尔斯在书中继续披露 他在一个月后 与特朗普在比佛丽山酒店再次投情 当时特朗普还胜赞 当年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希拉里 是精明的女人 丹尼尔斯又认为 特朗普根本不想当总统 丹尼尔斯的律师阿维纳蒂表示 丹尼尔斯对于特朗普以及他的阵营 经常说他是撒谎者而感到厌倦 所以他要说出事情的真相 并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据一项新出炉的调查显示 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电子烟用户 同时也在用它洗大麻 电子烟正迅速成为 美国青少年使用大麻的一种媒介手段 这项调查问询了超过2万名 来自美国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初高中学生 其目的是调查自2014年以来 日益流行的电子烟对美国青少年的影响 数据显示 每11位学生中就有一人承认 曾经在电子烟中使用过大麻 对此 首席调查员美国疾控中心 流行病学家指出 这相当于超过200万的青少年 曾经在电子烟中使用过大麻 对此他警告称 在电子烟中添加大麻的高使用频率 已成为一个公共绿生问题 因为任何形式的烟草产品 使用在年轻人中都是不安全的 而国家科学院已经指出 青少年使用大麻将对学习和记忆产生不利的影响 并可能对未来的学业和教育造成损害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